哈囉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今天下午好像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 這也是很多社會中邦A.T.來做見 當然是一個謝謝好人的社會中邦A.T.來做見 因為我們常常會在我們的網路上做直播或是做介紹 畢竟我們的角色是賞家 老王賣瓜 賣出發一點說服業 真的很需要騎士的車友來幫我們介紹 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車子只是3年的08年的A.T. 那這一款是有二驅跟四驅之爭的 這一款是前輪驅動的版本 那今天有安裝的版本是KT的最多車友 農場的道徒版避震器 那其實車主本來也已經改裝了其他的品牌 那可能是有損壞的齁 就算幾天了 然後有損壞 所以選擇KT的道徒版避震器 那這個是前輪車友參加來的 這應該是另外一個A 藍桶 藍桶配上日本的RXR的車廂 都是很不錯的東西齁 那它的結構設計其實跟 這款也不太一樣 像這樣的設計應該是不同的 配上一個比較短彈簧 跟一個大門的彈簧 那像是今天 其實也看過我們 我們在其他的車款齁 車主的話是看我們寫KEMOL的 那這台車跟KEMOL一樣 我們前面跟後面的都有去上座 所以車友好像被我們這一點吸引到的齁 那如果我們上座還有什麼樣的好處 就是說 假設這台車是08年 那到現在的話 車輪大概11、12年齁 上座的話 有可能是已經有損壞的狀況 那如果啦齁 如果應用上座的話 到時候裝上去 如果是硬的話 到底是你的廠商 或者是KT的產品有立場 就很難做一個車的運氣 但KT的產品的話 不用有這樣的煩惱 因為我們這台車 前面跟後面的軌道已經有不上座 而且 其實在拆卸的時候 如果我要應用一場上座的話 需要把彈簧壓縮 然後才有辦法把它當作拆卸掉 那在拆卸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 像這個有一個 做焦的石頭盒 或者是像PAMERY 它有一個卡組 萬一安裝了 步驟沒有安裝好 或者是順序收益的話 那就可能會造成 一場的狀況 所以我們的 像這樣的驗盒 上座 都已經是總體驗 一定要再拆這些上座來使用 所以在 在裝上 可以比較方便 那這台車 我們有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 O-Render的設款裡面開啟 我們是不是在補曉的 今天是在那裡開啟 我們 我們在家裡 好 OK 那這個是 原來開啟的 所以RS的短暗房 它本來 確定遠方車高 降低了一個工 今天改KD之後 車子的需求 是想要跟原來 GYP的 傳統 配上RSR的短暗房 是一樣的車高 所以 關於延長的車高 才要努力一點點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後面的介紹好不好 另外一點 後面的話 是一個 它的懸吊系統 其實跟我們常常 在直播上 介紹的 Fortis一樣 它的後面懸吊 是一個 彈簧 跟VC是一體 雙內多連桿的一個結構 那三菱用這個 這樣的懸吊系統 已經 已經大概快二十年了 所以它的底盤懸吊 其實 現在常常網路上 大家車友們在嘴的內 到底是 多連桿的好 還是拖一臂的好 但是 三菱的這樣的結構系統 已經大概快二十年以上 所以它的底盤的成熟度 相當的高 那 今天的車高有要略降 這個就是我們KD KD的話有附一個 一個新的商鋪 後面的話的話 我們是配置7公斤 前面的話 這台車也是配置7公斤 200廠只選擇7公斤 那車高的調整 是靠 腳管 腳管上方的話 這裡有一個銀色的齒輪狀托板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托板 往地指針的方向旋鬆 它的整體長度如果拉長的話 側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話 側高就變低 所以這個的 側高調整 那不是靠加多南方去改變側高 所以調高跟調低的範圍比較大 那 調高跟調低的乘坐的感覺呢 也都是不會差異很多 所以這個是KD一個比較多元化的設定 那這台車其實呢 如果車友有常常看我們直播分享 這台車其實要安裝的時候 我們有顧一個延長這樣的機構 然後要裝這個的時候 不要把內裝拆開 才有辦法穿越 但車主的話 我們有跟車主討論過了 車主做為調整的需求 今天沒有很破洩的需要 所以今天的話 就沒有裝這個原廠調整的機構 但是會幫車友 設定到想要的一個軟硬素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然後結構還蠻簡單的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就是一個敗化城的懸吊系統 它的 欸 前面的話 真的 但是它的底盤其實 就跟KORDING14一樣齁 前面的話 譬如說有這些 欸 油管的固定架 它是自己的螺絲來固定 那 這裡是 防輕感的一個 離載轉 固定架也都是跟原廠一樣 所以這個相對的位置 是跟原廠一樣高 那 防輕感不需要再多花錢 買 買 改裝的或者是強化的齁 那 防輕感的這個 呃 離載轉呢 就直接 引用原廠規格就可以了 但這台車的 可能車主的 使用的里程有點多 所以我們當時 剛剛在拆 遞電器的時候 有發現有幾個零件 有損壞掉的狀況 譬如說 這個是方向機 洞感的合上頭 那方向機 洞感的合上頭 如果損壞的話 在車子撐起來 我們搖晃輪胎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抖動的狀況 它 會有一個間隙感 這個間隙感 會造成 可能 遇到坑洞的時候 會有行駛的 恐怖的原因 第二個 大概在時速80以上的話 輪胎就會有一個抖動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方向機 弱感的合上頭 準快的狀況 如果有準快的話 就要趕快把它拆換 不然離開的話 會有可能 會有一個 佛號異常的狀況 那前面的話 車高調整不同 一樣 跟後面的調整方式 是一樣的 那前面的話 剛剛影片一開始 有提到過的 就是我們有附上座 那BZC上座這台是還滿好拆裝的 在影機室打開的時候 我們從這個地方 就能看得到一個BZC的上座 這裡可以看得到KDLs logo 這個Logo的地方 就是在調整主彌的 往瞬時針的方向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它調整的秘訣就是 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對勝 前後的話可以有落差 沒有關係 這一台是2.4C的引擎 算是國產化的第一代 我記得之前進口的還有一個360的版本 以上是今天Outlander的08年2.4 這個是謙虛的 2.4的一個直播安裝分享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對產品有任何的疑問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晚安